新北市一名小黄司机开车从辅大医院离开 先是逆向,转弯十字撞路旁灯杆 造成车头严重凹陷,灯杆歪斜 司机仅受到轻伤,警方到场久侧无酒驾 司机自称车子机械故障才会酿货 幸好事故没有造成伤亡 司机不但要维修车子费用外 还要负担灯杆毁损费用 详细事故原因待警方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